我是張孟琦 防疫期間請跟我一起宅在家 鎖定民視新聞 還有台灣上前行 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最前驚 我是孟琦 武漢肺炎 全世界現在已經飆迫215萬例 但是台灣我們在三天之內 兩度零確診 防疫實力真的非常堅強 連WHO都非常好奇 打電話來問 到底台灣是怎麼辦到的 防疫很重要 紓困也要兼顧 但是今天在立法院的朝野協商 又破局了 藍綠對於發現金的標準不一樣 到底誰說的有理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討論 另外蔡總統再度攻佔了國際版面 這一回登上的是時代雜誌 要來分享防疫的經驗 而美國總統川普這幾天 同樣是火氣非常大 除了炮口對準WHO 更下令要徹查 武漢肺炎的病毒來源 好 回到台灣 最新的消息 高雄市長韓國瑜 申請了停止罷免案 被法院裁定駁回 稍後我們有更完整的分析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歡迎的是 資深媒體人陳敏鳳 大家好 好 再來我左手邊 歡迎的是政治評論員余玫玫 孟琦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的是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好 再來要介紹的是 社運工作者楊總理 孟琦好 大家好 好 等一下呢 還會有一位民進黨的 立法委員黃壽芳 也會加入節目的討論現場 好 首先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全球疫情的發展 好 今天截至中午為止呢 全世界已經超過215萬7千多人中標了 好 而在日本的部分呢 今天確診人數破了1萬大關 好 安倍晉三呢 昨天也宣布緊急事態的範圍 擴大到全國了 好 再來看到 我們看到歐洲的部分是英國 英國在今天確診人數也破10萬 而美國呢 同樣是目前世界第一大的疫情重災區 確診人數超過66萬 回到我們台灣 我們昨天是再度零確診 而且這個病人的康復率高達3成9 好 死亡率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比這個國際的平均呢 真的低很多 全球的死亡率大概是6.5% 但是台灣只有1.52% 真的在在顯示我們的防疫實力 非常堅強 好 接下來就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的報導 好 大家午安 好 今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確診案例 仍然維持395例 換句話說今天還是零確診了 再度傳來零確診的好消息 陳時中口罩下忍不住效益 大概邊境這條線已經守得越來越好 但是國際仍然非常的嚴重 連續四天沒有出現本土案例 國內確診人數維持在395例 解隔離的人數增加到155例 換算康復率高達39.2 國際平均只有24.5 而且國際上死亡率有6.5% 台灣則維持在1.52 兩項數字都能看到台灣防疫成效 在台灣我們不管是確診的病例 或死亡的案件 或是我們康復的情況 國際上裡面 我們做的算是相當的好 但仍然不能掉以輕心 但有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可能那個速度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也是要持續提高警覺 陳時中人提醒要提高警覺 雖然10例的本土個案 找不到感染源 但8例已經結案 只剩336的社區女保全 379 酒店女公關持續異調 但都沒發現新增的感染 倒是長期旅美回台 確診的案393婦人被註記 航空公司卻沒及時得到通知 爭議持續 9點37分嘛 9點的時候 大概4月10號的9點 那我們通知這移民署 陳時中親自還原 4月10號晚間9點37分 已經向移民署通知 國際事務大隊進行個案註記 但無法確定班機 等到隔天4月11號6點30分 倉單出爐 移民署才得知案393已經登機 只能到機門口攬檢 陳時中記取教訓 研議在機上就要有作為 已經有法務組進行相關的討論 倒是最近大批反國確診 引發輿論批評聲浪 陳時中也幫忙緩加 那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變成旅外的國人 這病毒也就不分在哪裡 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樣的情況 在什麼身份 比較少去思考說 把人又再分類 那這不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要大家多體諒 因為誰都有可能成為旅外國人 或是確診患者 指揮中心不敢鬆懈 要讓國內防疫沒有破口 好看到這幾天 台灣三天內兩度零確診 我們想來請教美美姐 很多民眾都想問 我們台灣是不是真的已經守住了 歡迎一下 這樣就好 但是守住了嗎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仁勳努力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個只是 先說清明年假 不是到今天就解禁了 要觀察到19號為止 這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台大的一個 好像兒童感染科主任吧 蠻有名的黃立民醫師 他說 他其實 各位要知道我們有10例 本土感染 而且感染源不明 那麼只是說很幸運的 前8例已經超過14天 所以就結案了 可是結案 雖然是結案沒有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闊出去 可是問題他還是不明 也就是說 因為這個病 非常歹毒 很多人可能是無症狀輕症的 對 病毒很造化 是 所以有沒有可能 其實有人是輕症 可是他沒有表現出去 這是沒發現 這是沒發現 可能還是說他不是很典型 他很輕微 所以他也不認為他是 沒有被發現出來 因為只要有一例不明感染源 也表示說他就有可能性 傳播的可能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不要認為說八例結案期過了 只是目前看起來沒拓出去 可不代表 就沒有東西在那邊 黃醫師擔心就是說 如果這種東西多了的話 或者說他擴出去 只是大家都沒有症狀 他會不會到時候一爆發 可能也是一個危險的潛在因子 更何況到底無症狀或輕症 他的感染力多少 我們不知道 所以不要認為說 這個已經過去了 這一波已經守住 清明你要看到19號為止 這才第三波 對不起 接下來還有沒有 還有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美國可能也要再過幾天 才會慢慢下來 歐洲雖然慢慢下來 可是也還是有 那更不要說我這個 現在大家眼睛盯著看的是 印度 非洲 印度13億三千萬的人口 那單單他的貧民窟 我就說上次說塔拉維 七十萬到一百萬人 一千五百個人用一間廁所 我問你 這如果不發出去 有恐怖 你自己想看看 那地球村 大家有一個觀念 以前黑死病 你可能幾十年 你就困在歐洲大陸吧 困在一國吧 人都用走路 用馬車 你能夠到哪邊 現在不是 全世界趴趴走 對 大家都飛很遠 對 而且病毒 為什麼變移的這麼快 因為我們傳播快 以前可能很久很久 因為你傳播出去 你一個村莊 你一個國度 你一個聚落 也許人都死了就沒有了 可是現在不是 它全世界跑 那這個病毒 那我們就是狡猾 就是說全世界像在玩接力賽一樣 中國開始 然後臨近的國家 然後在歐洲 美國 現在到了印度 俄羅斯也嚴重了 然後包括了非洲 好 那南半球也有 這意思就是說 不是說夏天來 它就會消息來 它也許傳播力慢一點 但是北半球完了到南半球去 南半球這邊完了又再傳回北半球 所以如果疫苗沒有出來的那一天 我們都沒有鬆懈的本錢 那現在大家就在看 其實三寶 我可以告訴各位 如果有這三樣東西 你就不會怕 我請問你大家流感 你會怕嗎 你好像沒什麼會怕 為什麼 你能看到 你有課流感 對不對 你還有疫苗 我們其實也要等這三樣東西 那目前瑞德西偉看起來是不錯的 但是成效怎麼樣 還要到最後的驗證 這只是解藥 那疫苗什麼時候出來呢 如果照正常期限 我可以跟各位講 一年到一年半 甚至可能要到明年夏天以後 你就算加快腳步 都可能要到明年春天以後 那更換先期疫苗有沒有安全性 大家也會擔心 所以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 我們沒有掉以輕信的本錢 更換要報告各位的事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到中國 中國現在今天增加的 之前他說他前幾天病例都是外來的 現在本土的已經有事成了 中國離我們那麼近 台商那麼多 兩岸往來 那你說呢 有沒有一些潛在的危險 更換各國 好 各國慢慢解除封城以後 那我們要不要一些國際航線要開 那只要有境外移路的 是不是有危險源 可是你台灣不可能長期鎖著 對不對 到底要什麼時候開 開到什麼程度 你不能把經濟鎖死 你要照顧我們的身體健康 所以我必須說 除非我剛剛講的 快篩 快篩最簡單了 解藥最重要是疫苗 如果疫苗沒有出來之前 大家這一場防疫的戰爭 我們沒有一點點可以清入的本錢 那最後講 我知道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大家很多人要出去 拜託大家記得戴緊你的口罩 非常重要 沒有錯 昨天臨確診 那今天呢 是不是指揮中心又會帶來好消息呢 現場我們趕快來連線看一下 指揮中心最新的畫面 指揮官跟陳副指揮官 親自來主持 在陳指揮官右側還是我們的醫療 我們的臨床小組的召集人 那個張宗淳 張教授 然後在我右手側是我們社區 社區防疫組的 莊仁祥莊副組長兼發言人 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我們這一天來的工作的一個進度 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們今天人是沒有確診的個案 沒有確診的個案 那累計我們今天有到今天為止有166個人 結隔離 那當然世界的疫情仍然在 在持續在嚴重中 到現在也感染的人也將近220萬 那死亡的人也14萬5千人 那這算是都是一直在嚴重 然後另外在口罩 口罩實名制 已經做了 從2月6號7364月6號已經有兩個多月了 兩個多月那藥局的朋友們 一直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想大家都有週休二日 他們連一日都沒有休 所以我們就請他們就是說在禮拜天 我們就先不配發口罩 那如果沒有剩餘量的 就可以或者說他想要休息 那就可以休息一天 那也請民眾大家諒解 那因為大家都很辛苦 那盡量利用我們的網路的購買 那網路購買到 今天到週末也大概有220幾萬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目 那以上先跟大家做這樣的報告 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現在可以提出來 指揮官好 民事提問 中央有研議學生口罩由國中小來統一販售 那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今天是5大理由反對 包括學校沒有可刷健保卡機器 口罩費用支付 還有學校老師沒有空 或是沒有載運的交通車輛 那呼籲口也呼籲口罩應該免費配送 那這邊想請教指揮中心 對這個 學校國中小裡面統一販售口罩的 這個目前的 這個想法 還有目前的進度 好 第二題想要請教研究抗體檢測的中研院的 學者有反應 因為台灣防疫是做得不錯 所以病例檢體沒有國外來得多 那研究上要拿到檢體來驗證系統的可行性 也是困難 請問指揮中心對 檢體的分配狀況大概是如何 會不會放寬檢體的分配 那如果高風險先做抗體檢測的話 是否會以醫護人員為優先重點 謝謝 好 那個學校的部分 我想教育部會持續跟大家來溝通 那我想就是怎麼樣來做這樣的一個有效率的 口罩的販賣 跟配送 大家都會犧牲一點 那怎麼樣讓大家在最有效率的方式 讓大家最方便的方式來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不斷地在跟學校跟教育部來做溝通 然後第二個就有關於檢體 檢體當然台灣當然相對的案例比較少 那不過基本上要取得檢體 並不是說大家想要拿就拿 因為畢竟這也是一個高風險 好的東西 所以相當的自己的設備跟能力 要達到一定的水平 那第二個目的要符合我們的需要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國務院有一個平臺 可以讓大家在符合資格情況下 可以方便的取得檢體 可以來做相關的一些 臨床的一些或是實際上的需要的研究 指揮官您好 我這邊是鳳凰衛師提問 我想請問一下案384跟393呢 過去就是他們是常年旅居美國的一堆夫妻 陸續返台之後確診 現在這個桃園地檢署就要偵辦說 他們是不是有刻意隱瞞疫情的狀況 那指揮中心這未來會不會有個比較明確的規範 避免類似的狀況會再發生 謝謝 沒有 這樣的案例 對 如果我們在做疫調 我們當然根據這樣疫調來 進行相關的行為 那如果覺得有可能有相關的隱匿 或是有這樣處罰的可能 那我們就會移送給司法單位來處理 指揮官好 這邊想提問就是在疫情的衝擊下 現在有很多餐廳都倒閉了 那其中有餐廳說是因為政府 有的紓困貸款沒有通過 所以員工就領不到薪水 那想請教一下就是我們的紓困方案通過的 標準 是什麼 還有越來越多家餐廳在協業 那指揮中心怎麼看 整個的方案當然有一些已經定案 那有一些人人在討論中 那政府的態度在紓困 那當然是要讓弱勢的人能夠得到保障 讓社會的基本的運作能夠進行 那一起能夠渡過這樣的難關 剛才聽到阿中部長再度宣布好消息 台灣連續兩天是零新增的病例 目前台灣還是累計在395人確診 那今天累計到目前為止有166個人解除隔離 那另外因為這兩個月以來 真的是藥局的藥師真的很辛苦 所以今天這個指揮官也說 從4月19號開始 週日不會配發口罩到藥局 也請民眾可以注意一下 真的這段時間也讓這個藥師 好好可以在週日好好休息一下 不過另外我們要來請教這個民嫌議員的是 因為其實剛才記者也都很關心 有關於這個案384跟案393 這一對就是常年旅美的夫妻 那他們回台現在大家都在問 是不是說知道有症狀還硬要上飛機 而且聽說現在這個桃園地檢署 也已經在偵辦了 所以現在當然說他們上飛機之後 特別是那位393 他上飛機的時候有拉肚子 那他跟那個在入境的時候 疫調的時候是說明說他喝牛奶 那到底說他有沒有謊稱 就是說他在美國跟這一個 就跟他先生是不是已經確診了 有症狀了 還是說他真的不曉得 這個在檢調要去釐清 那未來怎麼去避免 老實講現在 昨到禮拜二 我們的機場入境 二航下入境只剩600多人而已 那包括一航下沒有人入境 過去我們機場包括一航下二航下 桃園機場大概平均最高入境 一天到12萬人 所以現在到600多人的時候 現在是不是說 當然這討論很多次了 說你要不要普篩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境外移入 還是歐美最多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從大陸進來 你除了武漢這些相關註記管制之外 大陸進來的境外移入是少 那歐美還是相對風險高 所以這個普篩確實是 有沒有他的必要性 當然有指揮中心去討論 不過我覺得四天裡面有三天 甚至連續兩天零確診 對台灣來講當然好事情 好消息 對啊 所以陳時中指揮官講說 台灣目前防疫的表現是知憂深 老實說 這部分黨派都要肯定 台灣人是100分以上99分也有 所以你包括我們的死亡率1.5 還有復原率接近四成 都是對全世界來講 都是很好的一個標準 所以這是值得高興 只是說剛剛美美姐提醒一個說 我們現在到轉類點了嗎 就說我人家說大陸講說拐點 我們警戒已經過了嗎 還是說可以開始可以鬆懈了 你包括最近零確診 就零確診出現之後 當然原商飯店打出 就說Lero 還有101打出Lero的字樣 這很好的這好消息 是不是有些人也開始鬆懈 說警報解除了 像我臉書的朋友很多開始在討論 五一長假要出遊了 要去出遊了 就說老實說 明天就是週末了 很多人可能就會出去了 明天就是週末了 兩天而已是還好啦 你說五一是三天的 老實講 防疫四同作戰 你說二月二月一號開始打仗 打到現在快三個月了 大家會不會累 那你要繼續要崩多久 你如果警報繼續維持 剛才想妹妹姐說 說到真的要等疫苗出來之後 三保出來之後 才真的警報可以解除的話 那牛那麼長 甘痛會掉 一般民眾真的會受不了 我舉例好了 出去玩是一種 那第二個 大型集會的部分 五月二號開始是 世界二專入學考 那五月十七號 國中 國中是國中會考 很多譬如說現在討論 第一個不能開空調 要開窗 第二個要全程戴口罩 一拿下來的話 那一顆零分計算 那很多家長就會有意見 有的小孩撞不住 他如果抓來 打噴嚏抓來 然後就變零分 所以就說當然 教育部現在還沒統一宣布 只說相關的情況 如果真的簡報解除了之後 那是不是大家可以出去玩了 那國中會考這些相關的 技術的這些規定 是不是可以放鬆了 那所以說好消息的情況底下 值得國人高興 可是高興一天 那警報什麼時候 可以真正解除 我覺得指揮中心 可能要給大家一個 明確的一個講法 對不起 我差點一下主要 指揮中心有講 他們是會看事態的發展 然後看疫情的發展 對 疫情如果嚴峻的時候 我們邊境就要再收緊一點 對不對 如果疫情緩緩一點 好像陳時中有講 他說如果連續多少天 確診了以後 也許有一些集會 或是幹什麼一些活動 那時候是說一個禮拜 對 對 免續一個禮拜零確診 現在這兩天而已 我就說這兩天而已 不要開心得太差 對對對 那因為我覺得我們疫情中心很好 是因為每天開火 他們有專家小組 會橫於整個狀況 目前的疫情的態勢 那當然 憋太久你也撞不住 上次沒有 沒有叫大家禁足 親民間也是說 怕說大家關出病來了 那所以放了 可是放了一堆人 又出去又忘記 也不戴口罩 人擠然還是危險 所以還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我們還是跟從指揮中心 他們會看整體的 這個國內外的整體的狀況 那 可是呢 無論如何 就算是 這個你出去玩 那我們還是講那幾句話 戴好你的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 不要碰你的眼口皮 當然現在指揮中心要發 好像有一個APP對不對 你如果離開就會嗶嗶嗶 但是這個到底 怎麼樣讓人家不覺得煩 又不侵犯隱私 這個其實可以思考看看 但是我發現 有時候的問題就是在這樣 就是說大家很高興 又不記得 台灣人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好好在 我們心情很敏感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提前部署 可是久了也怕彈性疲乏 那這個時候適時的提醒 那當然你還是 不要忘記告訴自己 我們剛剛講那幾個原則 總之小心使得萬年傳 出去勝 正常生活 在台灣可以 我們是世界最好命的記憶 但是也好命 自己都不記得了 該有的 該怎麼樣遵守的 還是確實遵守 這陣子辛苦一下 那總是喚得平安 真的謹慎小心 還是上上策 那這邊委員怎麼看 我們今天又零確診 已經連續兩天零確診了 不過剛才就是來賓又提到 其實這陣子 民眾真的也彈性疲乏 每天好多人都悶在家 然後明天馬上又是周末了 委員有沒有要提醒 觀眾朋友什麼事 其實之前 這個阿中部長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如果可以一個禮拜 零確診的話 也許可以考慮 未來這個可能 紓困或者是這個民眾的 這個整個生活 可能可以做一些改變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幾天 其實大家還是要非常的小心 不論是戴口罩也好 或者是請洗手 這個是最基本的 因為我們也擔心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有那種輕症 或者是無症狀的感染者 還沒有被發現 對沒有被發現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去擔心的 所以最主要還是要 請洗手戴口罩 這個最基本的個人衛生 我覺得做好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 台灣是目前整個全世界防疫 做得最好的國家 不論是基層的診所 或者基層的這個地方的醫院 或者是醫學中心 其實大家都 所有的醫護人員 站在第一線 真的都非常的辛苦 那民眾如果自己做好 自己的防護措施的話 其實可以減少 這些第一線醫護人員的 這個工作量 因為我看到 所有醫護人員 他們照顧這些確診的病人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在這個檢疫的醫院 其實也一樣 他們民眾到這個醫院去 第一個他們分流 如果有症狀的話 真的所有的醫護人員 他是穿著防護衣 戴著這個面罩 然後整個穿起來 真的對一個醫護人員來講 真的是負擔很大 那個會很悶熱 沒錯 所以如果說民眾 自己可以做好 自己的防護措施的話 真的可以減少 這個醫護人員的工作量 再來就是 讓台灣能夠早一日解除 這個疫情如果真的 七天 連續七天零確診的話 我覺得真的 大家真的是 可以自由的活動 然後這個 讓世界更認同 台灣的防疫的工作 真的我們也期待 能夠趕快有那一天 解除疫情警報的時候 不過敏鳳姐 其實剛才這個委員有講到 第一線醫護人員很辛苦 但不要忘記 那些在賣口罩的藥師 真的也很辛苦 所以從這個禮拜天開始 指揮中心有說 藥師真的可以 先好好來收集一下 也要請大家一起來體諒 對 我覺得這些藥局 跟藥師真的很辛苦 有時候他們就是 簡單開一個藥局 然後裡面就是自己 自己當老闆 然後家人當那個戶 沒想到會有這個業務 對 沒有想到 這個除了賣藥之外 突然要賣那個大量的口罩 所以很多人就會 而且這種 客戶對於口罩的需求 又很不一樣 然後可是問題是 它是固定配送來 你也不能改變 所以說我覺得 周日讓他們休息一下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而且現在我們買口罩 已經不分這個單號跟雙號 對 每天都可以 對 所以你每一個人 大概就這個 每一天都可以買 然後就有六天的時間 可以買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而且我們現在對口罩的 這個需求 好像比較寬裕了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各樣各式的口罩都出來 很多不同的顏色 對 蕾絲編的什麼 都已經出來 還有看到那個LV 也開始加錯口罩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 我覺得整個 口罩的這個需求量 其實已經慢慢的減少 大家開始有安全感了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事情 最重要就是要堅持下去 那因為在這個結束的前一刻 都有可能很多的意外發生 譬如說我們在2003年SARS的時候 其實我們到5月底的時候 已經就是接近一個 清零的一個狀態 可是那時候 竟然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不小心打翻了這個SARS的病株 所以說害我們整個這個 從疫區除名的時間 拖到7月5號 幾乎是最後一個 那新加坡在7月31號 就脫離疫區了 那這個中間這兩個 多了這個一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都沒有必要的 其實那個時候SARS 如果我們堅持下去 在和平醫院封醫院之後 這個大概就是陸陸續續 都已經在這個所謂的 該隔離隔離 該這個治療的治療 都已經沒有再發生 這個確診的病例了 但是就是因為那一起的意外 讓大家就在整個 台灣除疫的名單裡頭 再延一個時間在除疫 然後很多觀光景點 或是什麼這個旅遊的 這個警示等等 又都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有兩天的清零 我們就會非常非常的高興 可是我們這個東西 一定要堅持下去 到最後一刻 我們都不要再有那種 像上次的那種意外 或是這個沒有不小心 做出來的這種 沒有必要的這個疫情在發生 對 沒有錯 兩天零確診 真的很值得欣慰啦 不過總理真的還是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能夠鬆懈 一定要堅持下去 沒錯 就是我們知道打棒球 沒有打到九局下半 兩人出局 他還沒有完全結束比賽 一定要三人出局 所以現在我們對於這個病毒的威脅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大家繃緊神經 那當然這個繃緊神經的過程裡面 對於相關的產業要有一些喘息的機會 包含剛剛提到這個藥局 衛生所的這個藥師 要讓他們有休息的機會 包含其他各式各樣可能會被影響的產業也是 那其實剛剛那個記者會裡面也有提到說 比如說有兩位從美國回來的這個確診案例 現在地檢署的檢察官要來追查 那我覺得其實包含像昨天這個 這個航空公司因為事前不值 所以現在包含政府 現在要成立這個法務組來研議 對 就是因為這個案例 所以看到這個現在成立法務組來研議 我覺得這個部分老實說我覺得走得比較慢一點 其實在之前包含的這個法務部的很多地方的檢察官 也都在提醒 提醒說法務部應該要負擔起一定的角色 為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在這次防疫的過程裡面 經濟部比如說去協調組成口罩國家 對 那可能財政部 勞動部 他們在做紓困的政策等等方案 那可能包含像教育部針對校園的一個防疫措施 也有提出一些政策 那文化部也有提出包含藝文產業的一些紓困方案等等 可是我們看到法務部在這次 看起來是一個缺席的狀態 為什麼 當然法務部現在要追查 這個確診的案例有沒有違法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法務部當然是代表國家追訴犯罪 可是不要忘記法務部 它裡面有法治師 法律事務師 它代表的就是說有負責協調 它扮演政府的律師的角色 律師的角色是說 它要在公眾健康跟人民權利之間 發生衝突的時候 它要出來講話 所以包含像是 這個如果包含大家前陣子 談到這個隱私的問題等等 或者是說像政府的防疫措施 如果有法源不足的時候 它要提供法 包含這個指揮中醫 法律上的很多的政策諮詢 如果法律不足 甚至要提供法律的草案等等 所以我覺得現在成立法務組當然很不錯 可是其實我們也是應該要好好來監督就是法務部 法務部到底在這一次的防疫過程裡面 你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沒有錯 其實剛才談到這一對案384案393 這一對夫妻目前地檢署已經在介入調查當中 好那也因為這對夫妻呢 所以呢這個衛福部長陳時中也說了 指揮中心要緊急來成立這個法務組來研議 好相關的訊息呢我們先廣告一下 休息之後繼續來討論 疫情全球蔓延 許多旅外台灣人急忙回台 其中一對夫妻引發爭議 案384案393這對旅居美國30年的夫婦先後返台都確診 但他們在國外時已出現症狀還硬搭機回台 現在檢方要分案調查 女美夫妻自境外一路確診病例 在返國前已有症狀仍然搭機返台 這個行為可能涉及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特別條例第13條的罪 討檢強調營利不報 依法可處罪重兩年以下徒刑 20萬到200萬元罰金 案384393上機前出現症狀 卻沒通報導致全機遭殃 還傳出有同機乘客看到案384在吃藥 而案393拉肚子卻變稱 是喝牛奶引起 12位機組員還有7位乘客 我們將會列入居家隔離 丈夫案3844月3號就出現症狀 4月10號入境隔天確診 她的太太搭另一班長榮班機 4月11抵台4月13確診 然而有確診病例的配偶搭乘班機 長榮事前完全沒掌握 直到飛機降落前兩小時 才知道機上有確診者親人 出現嚴重破口 但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早就通知移民署384的配偶即將返國 然而最後相關回報出現斷點 從機關署到移民署都知道案393要回來了 唯獨長榮不知情 到底誰要負責通報長榮 移民署以聲明稿表示 並沒有獲得授權 因此不能將旅客疫情個資內容 直接透露給航空公司 暗指通報應該是機關署的責任 經過這次的經驗裡面 我們覺得在機上 也許應該要有一點作為 可以讓這樣的一個事情 能夠避免更大 不過牽涉到了一些 相關一些法律上的一個爭議 疫情當前各屬內部水平溝通出現缺角 上下垂直無法整合 導致其他乘客身陷危險當中 如何防止下次漏洞 指揮中心得要訂出SOP 來應應 好 現在針對這對夫妻呢 桃園地檢署已經要偵辦了 如果真的最後偵辦出來 發現這兩位真的有刻意隱瞞自己的身體狀況 還硬要搭飛機 那最高可以判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罰款是20萬到200萬 這個部分要來請教一下美美姐 現在地檢署已經在查 就是要防 以後可能還會有人有這樣的行為 沒有錯 確實 這個是讓人是非常的心寒 我覺得大家會覺得非常不能忍受的幾點 就是說 第一 你其實是有症狀了 而且這位女士好像比她先生還先發病 對不對 那結果呢 她上 她不是還說她腹瀉是因為喝牛奶嗎 你為什麼不誠實告知呢 如果你 你先生 而且你先生已經確診在前 我相信她也知道 那她也應該知道她是高風險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再這樣隱瞞呢 你如果上機前 坦白說這分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 當我們的指揮中心已經把這位先生 還有這個已經確診了 然後要求把她的太太也註記 那移民署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來告訴長榮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來檢討 到底水平溝通出現什麼問題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否則長榮也可以 至少 就算早上6點多知道 7點登機前 還來得及 結果你是到了 已經要下飛機前兩個小時 你再怎麼樣都來不及了 這個是行政疏失的部分 但是我們也講 這位女士呢 你自己也有責任 你如果跟這個 就算如果行政有疏失 你自己先老是說 人家也可以做安排 是不是這個樣子 你不會說同機的旅客 大家是屁屁剎 現在很多人要居家隔離 要居家隔離 而且老實說 那個長途飛機是幾小時 你說那個心理壓力會有多大 我們試想 我們如果跟她同飛機 我們現在過的日子是什麼 所以這當然讓她覺得非常惡劣 當然這引發的就是說 我也提到過 我們只要是國人回來 我們都要來照顧 但是在這裡面 會不會因為制度 我回來 我沒說 好啊 我就回人家坐 我就回來 如果出事政府出錢 那會不會有制度性的優異 而且是完全買單 完全買單 那我問你 大家會不會受不了 所以你知道嗎 大家說很諷刺啊 那些採檢陰性的 回來隔離的採檢陰性的 自己要出5萬元 對 這個確診的 陽性的不用出錢 那你不要說什麼 國民感情 很難接受 你就說那個制度 有沒有存在這樣的誘因 讓人家來鼓勵投機 因為這是人性 我還是覺得指揮中心 真的要思考 但是這件事情 我當然覺得查辦 一定要查辦 為什麼 你這個才讓心存僥倖之人 對 不要再有人在仿效了 對 知道說這種路不能走 因為你這樣做 你自己 把自己的風險傳染給 轉嫁給別人身上 那有法律會來追究你的 該辦 一定要辦 甚至我覺得有必要的時候 先公布他的姓名也可以 你覺得這種行徑 如果只要殺雞儆猴下去 我相信心存僥倖的人 一定會大幅所見 其實針對這個案件 指揮中心也坦言 真的以後要在飛機上要有一點作為 但是因為這些事情 都牽涉到法律的爭議 所以現在也決定要交給 這個新成立的法務組 好 那聊完這個疫情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談 其實紓困也是要併重的 好 我們廣告一下 接下來就要來關注 今天在立法院 朝野協商又再度破局了 到底該怎麼辦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那些現金我就拜託各部位 能夠盡快到位 就是直接入袋 越快越好 行政院長蘇貞昌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就怕1500億特別預算 卡在立法院 來不及發現金給大家 我現在只要求各部位 找出受費者的名單 紓困拿現金 行政院設定排付措施 身心障礙者 中低收入戶 弱勢家庭一次加發4500元 自營業者 接案工作者一次領3萬 受影響企業員工 補助薪資最高6萬元 總預算1035億元 估計有300萬人會受費 還提供勞工紓困貸款 最高能貸10萬元 第一年利息由政府買單 但國民黨還是不滿意 怎麼樣把需要被照顧人納進來 我們也會在這幾天好好在思考 那彼此透過協商交換意見 我覺得都很好理性討論 最重要是發放現金 排付把需要的人納進來 標準怎麼切 我們大家好好來討論 萊英認為排付是要排除所得稅 30%的家戶 再按集聚每戶發放6000到2萬元現金 但這樣的方式年收入破百萬的家庭也能領 讓民進黨無法接受 國民黨在做政治操作 與拖待變 然後一直在談所謂賢民大傻逼 我們應該把錢發在什麼 發在需要的弱勢 就業等等勞工上面 這才是這種的錢要用在有效的上面 藍綠都想發現金 但想給的人不同 朝野協商再度破局 紓困2.0卡關 預計下週一第五度協商 能不能取得共識 外界都在看 好紓困現在還卡關在立法院 委員現在要等下個禮拜一協商 再看看有沒有這個成果出來 那現在藍綠喬不龍的地方就在 現在兩邊都有意思要發現金 可是標準不一樣 是 其實我們一直認為 在這一次的紓困 應該要禁數 應該要禁數 因為在我們彰化 在我們彰化 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其實都快撐不下去了 那不論是他們的訂單 從2月份開始到現在是零 然後他們即使有訂單 他的貨出不去 所以他的資金就一直壓在那邊 所以政府的這個紓困或振興的這個方案 如果沒有即時到位的話 其實我在擔心就是到年底的時候 應該會有很多家的中小企業 可能會因此就倒閉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立法院的這個朝野真的能夠大家 共體時間 趕快把這個紓困的這個補助趕快到位 那在這幾天 其實我拜訪了很多家的這個小企業 彰化有很多五人以下的這種小工廠 那五人以下是不需要特別 公司不需要特別去加保 他可能加到工會 那有的他們認為這個紓困的話 他就是要有勞保 所以有很多可能 即使你有這個紓困的這個補助 還是有很多的勞工 他沒辦法受賄 所以這個是我們擔心的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朝野不要再為了一些事情在爭執 那當然這幾天 這個朝野都有在協商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下禮拜能夠儘速 把這個法案趕快通過之後 趕快把這個資金 抑注到所有的這個勞工 或所有的企業 需要受補助的人 讓我們台灣的這個 整個經濟狀況能夠穩定下來 其實我們真的很擔心 現在目前這個減班休息的人數 是越來越多了 從三月份到現在 他的人數是一倍的在成長 我擔心到這個四月底到五月的時候 應該又會加速又加倍的成長 所以這個如果紓困的這個補助 如果沒有即時到位的話 會有這個社會的問題發生 會有勞工 這個減班休息的人越來越多 那所有的企業倒閉的話 你即時未來 整個疫情控制住之後 你要再讓整個經濟復甦 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在這邊真的要 雖然我是身為立法委員 我還是希望就是說 朝野在這一次能夠有共識 然後讓這個補助 真的能夠進出的到位 真的目前看起來疫情 好像在一個安全可受控的範圍 但是就像委員講 現在好多的產業是拉緊報 不過講到這個發現金 或是發消費券 大家就看到這個2010年 馬政府時代的審計部的報告 他報告什麼 就是報告當初 馬英九總統來發放 這個消費券的這個成果 那他的報告顯示說 其實這個加碼的消費效果 並沒有顯現 另外還提到說 你發這個消費券 其實替代效果偏高 經濟成長的貢獻 並不如預期 這個部分 就要來請教民協議員 因為國民黨現在一直要求 希望來普發這個現金 其實那個時空背景不一樣 所有的 不論紓困或振興的政策 也不能一概而論 譬如說像各國一樣也有發 譬如說像美國他是發現金 當然支票 支票也代表視同現金 那當然川普比較 川普在他的支票裡面 還自己簽名 你說要大傻幣 川普那個更像大傻幣 財政部長還有意見 最後川普自己簽名簽在備註欄 導致有一些人的支票 是延後實體才收到 所以美國的例子 那也備受質疑 當然所有的政策背後 有他的因素 那幾個 現在在討論說紓困還是說振興 那他討論說力道夠不夠 譬如說剛剛委員說到 一般俗稱當然是無薪假 那就說也有減班 對減班休息 比較穩周周 大家說無薪假 現在是1.5萬人 台北市的還是很嚴重 有一些餐廳是這樣 台北市以前 星級的餐廳 米其林推薦的 一星 兩星 三星 台北市過去 那很難電位 那可能電位說百年 三個月有 現在你每天看 那有的是星級的餐廳 推薦餐廳 米其林推薦餐廳 現在沒有生理按做便當 很多大飯店 五星級大飯店 改推外送 做外送 生理真的吃不好 所以第一個 紓困還是要振興 當然是兩階段 我也同意 包括各種經濟學者都這樣 那你紓困的時候 力道是要大 當然現在國民黨跟民黨 朝野的不同是在於說 你的力道要多大 民黨現在的做法是說 當然是先從弱勢 譬如說 比較有影響到的勞工 所以現在大概 現金 發放現金的大概 依照蘇院長宣布 大概是300萬人受惠 在那裡的意思是說 把排庫 跟我們東傳有說 就是說 一排庫級去排掉的話 大概2300萬裡面 可以再排掉300萬 其他的就說一樣 比照弱勢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已經有 就說從紓困之外 也有振興的概念了 因為我覺得 即使現在今天 朝野通過 通過假設 照職任量版本通過 我覺得也不用把它壓死 因為接下來 如果因為 大家說景氣 景氣都有遞延效果 你如果競器也不敢 譬如說INF評估台灣的競器 今年是衰退1.4% 那你是不是說紓困 你還要在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一次把它壓到死說 你現在只有在紓困的部分 只有弱勢的部分 要補助 未來你包括 想強化 就很多產業的部分 所以未來 像我們昨天 那個台北市場 柯文哲昨天施政報告了 他也提到說 未來整個產業結構會改變 線上的部分 你包括那個 就說 那個線上餐飲 譬如說像我們UberEast Panda 那個輔導 這種你如何去輔導這種產業 是不是傳統改變為線上了 我覺得整個包括經濟部要有比較宏觀的調控 沒有錯 現在振興真的很需要 那銘鳳姐怎麼看 其實藍綠到底誰講的比較有道理 一邊是說要照顧弱勢優先 那一邊是希望真的可以雨露均沾 我覺得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你要是針對疫情的話 當然是以疫情中受害者為優先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不要講就是說 其實當然弱勢者我們是值得同情 可是弱勢者在這波疫情中 我推測 他受影響的程度 不會是最大的人 比如說他本身就是一個 比如說比較弱勢的家庭 他在就業方面 恐怕也就幾乎很 也有很多人不會就業或怎樣 但是就會比這些 這個所謂弱勢的再高一點的人 他需要去工廠上班的那種人 他可能又是在剛才委員提到的 所謂他比較小型的工廠的這些員工 我覺得這些員工 絕對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為他們訂單通常都消失了 然後整個他們的工資 就是比那個最高最低收入高一點點而已 然後可是他們又領不到那個補助款 可是他們工作一下就沒有了 這種人一定是在這波疫情裡面 受害最嚴重的人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你什麼東西是最大的受害者 你就先優先補助他們 包括他們的生活 還有他們的企業 其實他們企業是小型的企業 可是你補助企業之後 就等於救助了這些員工 像美國就很簡單 就是說你只要這個讓員工繼續上班 然後你繼續發他們薪水 我政府就繼續 無限制的補助你們這個企業 所以說他也救助了這個企業 救助了這些員工 那基本上我覺得我們的紓困 一定要按照這種順序來做 那你說大企業 大企業沒有錯 大企業當然也有虧損 可是因為之所以叫大企業 就是因為他們可能這些後備的 這個儲金量會比較多或之類 那再來就是 當然如果這些小型之外 再來就是忠誠的人 時間拖久了這些忠誠的人 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對 譬如說電視台沒事 電視台也有事 連在一些廣告費都很少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這個時代 你現在一定要以紓困為主 那你現在說要去振興 我請問一下 誰要拿那些什麼現金 去冒著生命危險去消費嗎 在現在這種時代 就是你要先振興機 就是不合理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不敢出去消費 不是說我們沒有錢 是我們不去消費 然後因為不去消費 是因為有病毒 有病毒存在 所以你一定要先控制疫情 疫情整個結束之後 再提振興 我覺得那就是這個 就是很加倍的 加倍的這個情況 跟這個力量使出來才對 那你現在大家都還恐懼說 會有傳染的情況之下 你發再多的現金 跟所謂折價券 有人會冒著 有人就冒著被傳染危險 然後我死命也要去救經濟 我覺得這個人也太偉大了 就是太不切實際了 那我覺得當然 如果你是消費券 消費券當年就是抵同現金 那也是一樣 其實它有一定的額度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商家一定會講說 我這個東西 你要消費多少錢 那你多了 中間可以用多少的消費券 那其實它也跟現金也是不大一樣 那所以說也不要說 現在國民黨就講說 一定要發現金或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政府 發那個所謂的Coupon券 它把那個使用的額度 把它降低 比如說 比如說現在說 4000塊才發1000塊 那你不要弄到說 我4000塊才可以用一張 你可以把它提高說 幾百塊就可以補助一張 這樣子 我覺得這對於振興經濟 才比較有效 就是我如果花的成本少 我賺得多 那我當然就是願意 在疫情之後去消費 那如果說你 我這個成本要花到4000塊 我才能用1000塊 我請問一下每個人 會有一天之內 會有買什麼4000塊的大東西嗎 所以這就不合實際嗎 如果我買300塊的東西 我就可以用100塊或是50塊 那大家意願就提高很多 那你就把它分成幾嗎 譬如說100 200 可以用多少 10塊 20塊 這樣不是比較有效嗎 所以說我覺得 朝野立委真的是要拋棄成件 這紓困的東西當然就是 非常非常的緊急的事情 包括美國香港日本等等 都已經都馬上發就發了 對不對 那還要朝野鑫 當然朝野鑫 寫出一個最好的方式也不錯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 這個所謂 不要這個 就太糾結自己的意見 還是要以這個 所謂現在受害民眾為主要的 思考點才對 真的今天立法院的協商破局 大家只能期待下個禮拜一 希望能夠趕快有結果 趕快讓這個紓困方案來定調 好接下來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廣告回來要帶您來看 台灣的防疫再度被世界認證 小英總統登上了時代雜誌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